精选2022年全球票房最烧钱的十部科幻电影 看完告诉我你错过了吗 建议先收藏 不然容易刷牛 如果没有你喜欢 电影解说以后我不错 第一部全球票房超过70亿 第九部DC猛宠特警队 别看它是一部动画片 投资却高达6.2亿 动画制作精良 每一帧耗费的都是导演的 目前全球累计票房14亿 该片讲述了超人的伙伴客谱 联合了一众宠物朋友 组成猛宠特警队 在正义联盟遭遇困难 继续打击罪犯的故事 特别适合全家人带着孩子一起观看 第八部 耗资13.3亿打造出的光年正传 目前全球票房15.7亿 该片由迪士尼出品 应受新冠疫情影响 制作团队居家完成电影制作 他们专程前往美国航空实地考察 太空飞船 太空服及各种配件 看起来像真人电影 而不是动画片 第七部是最近正在热门 黑豹2 瓦坎达万岁 该片是漫威影业出品 目前刚上映一个月 全球票房已经累计到53.6亿 该片获得2023年 奥斯塔最佳影片得主 同时获得第八十届金球奖 电影类最佳女配角提名 以及最佳剧情反制奖 导演成功让非洲文明 和拉美文明无理不过 对这两个大洲敲补稀碎 对震惊虎视眈眈的白人 却在全程打降了 第六部 黑亚当 目前全球票房累计27 该片制作成本高达13.5 光宣传耗费就5.6亿人 需要票房达到40亿 收集 该片讲述了非亚当被处 五代诸神无所谓的利益 但很快就得分 近五千年后 他终于重见天 并将在现代世界 以独一无二的方式 行使正义的役势 第五部 神奇动物 邓不利多之女 这是一部制作成本 超过14亿的电影 目前全球票房28.2 该片讲述了邓不利多意识 强大的黑乌士哥灵德沃 正试图夺取魔法世界的控制群 于是委托魔法动物学家 女客 带领一只精良的团队 执行对抗格林德沃的 危险任务的故事 第四部 雷神四 碍于雷体 制作成本17亿人 目前全球票房 累计52.9亿 该片由漫威影业出品 《终局之战》事件之后 雷神索尔踏上了一段 他曾未经历过的语言 得知徒神者格尔 正在四处杀戮众神 并掳走阿斯加德的孩子 雷神和女武神 瓦尔基里回归 其间发现自己八年未见的前流几次 他们一起踏上了星际冒险 以揭开格尔的复仇之名 并在世界被毁灭之前 阻止格尔的计划 第三部 新蝙蝠侠 全球票房累计53.6亿 和雷神四基本不相上下 该片被列为 2022年进口科幻内地票房榜 第二名 讲述了蝙蝠侠深入歌坛式地下事件 调查名流被谋杀案的故事 第二名 奇异博士2 疯狂多元宇宙 全球票房66.5亿人民帝 该片在2021年还没上映 就被推上了热搜 该片是奇异博士的续集 讲述奇异博士穿梭于多元宇宙中 解决危机的故事 第一名 侏罗纪世界3 制作成本超过3亿美刀 合成人民帝大概21亿 目前全球票房累计达到70亿 该片讲述了侏罗纪公园 纳布拉尔岛火山爆发的4年后 恐龙在世界各地与人类共同生活 共同鼓炼 这一脆弱的平衡将重塑未来 并最终决定人类能否在这刻 星球上继续站在食物链的顶端的故事 赶紧分享给你的大渊主 一起观看吧